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现其关注的好友 多是从事反华活动的人士以及媒体 这样一只丧家犬死在了美国的土地上 围绕他身后的恩恩怨怨是美国司法管辖范围的事 但偏有别有用心者还在诈根他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 把这个黑锅扣到了中国的头上 以及李静静所从事的某个游历在法律之外的产业 也值得我们警惕 李静静湖北武汉人 1993年前往美国 出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之后又前往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法学博士 获美国法学学位 毕业后担任美国纽约州职业律师 据知情人士透露 其不但是美国反华社团的成员 还和协校有着紧密的联系 他曾因多次做伪证并长期帮助非法移民制作所谓受迫害的假证据 非法收受钱财 为数百人 办假移民证等受到美国政府的调查 生意一度开张 案件至今还未结束 据传原温州市副市长 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士 头号嫌杨秀珠在美期间就曾受理庇护 而部分在美邪教成员的移民身份 也是理经济帮助造假取得的 一个卖国贼死了 首先引起他的同伙们在境外社交媒体上哭丧 美国之音以及邪教组织 也对此进行了政治性的报道和解读 罪于荒腔走板的栽赃是 李静静死于职业杀手之手 有一消息称案发原因是 李静静未能成功帮张晓宁 拿到政治庇护的身份 25岁的张晓宁去年8月 以留学签证来到纽约 但并没有上学 而是积极投身政治 包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口 具有反华内容的标语派 称自己在国内遭遇信机 反华宣传机器 还对此做了跟踪报道 期间 张晓宁委托李静静 申请政治庇护 双方曾有不快 上周五 李报警将张带离律师楼 这周一 他就用菜刀在办公室杀了李静静 在与李静静闹翻后 境外互联网上的相关证号 发出了一份 据称是张晓宁本人所写的澄清信息 透露出几个细节 一 张晓宁在国内有一些不愉快的事 所以到美国上学 但加入李静静的组织 走政治庇护的门路 是受相关人物的要挟 欺骗和蛊惑 二 张晓宁在联合国门外的抗议活动 是李静静一手操办的 三 总是相关宣传任务的是邪教和反华媒体 四 张晓宁表示 不想再继续帮着李静静和他的组织抹黑中国了 如果以上信息 确实是张晓宁本人发布 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 为什么当时炒作张晓宁事件的大量信息 都来自于反华媒体 而当张李二人关系破裂乃至出现命案后 对张晓宁谩骂指责的 也是同一波人和同一批媒体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用完就扔 另外 这件事也暴露出了一个 长期存在的黑产业 靠政治庇护移民美国 而这个产业在我国 竟然由某些移民机构进行公开宣传 同样 还有在国内相关议题上 故意引战 制造矛盾的账号 给政治庇护移民做文章支持 目前该账号已经被禁言 例如 这个名为 北京美清之家的移民机构 在自己的微博上炫耀 称帮助自己的客户通过政治庇护 顺利拿到了美国签证 政治庇护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出国方式 显然在某些国家的外交机构 签证官面前说一些 甚至是做一些符合该身份的事 那么 这里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其一 如果这个人的确是因为恨国 想去相关国家 那么这些事情做起来可能会更顺理成章 其二 如果申请者不那么恨国 甚至仅仅是把这当作一种手段 是不是就需要某些所谓的律师在背后提供指导 甚至是制作一些黑材料 就像张晓宁案这样 在一些中文的社交媒体上 吹捧 推销这类移民方式的终结账号还不少 而在相关成功的案例中 就包括凤姐 罗玉凤 在移民美国后 他还曾配合美国之音 做了一些所谓中国底层人 不可能翻身的节目 不知道算不算这种移民手段的 后期KPI的考核 有知情人士告诉补一刀 过去美国主要及希望于这些极端人士 到美国之后能反过来渗透到中国内部 然而美国也逐渐发现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持续安定团结 这些人身上可以利用的价值越来越小 大多数只能在美国拘取牌子 而美国的移民政策是高度功利主义的 因此近些年来 对这些人的政治庇护口子说得越来越紧 一些人到了美国之后 也建立了办理政治庇护的拉人头 赚钱吸血的一条龙产业 然而随着移民口子越收越小 移民越来越难办 一旦办不成矛盾就来了 也充分说明 逃美势力内部的困难程度 对美国来说 这些人的价值越来越低 给他们输血的基金会也越来越少 增多肉少 因此绝大多数在美国混得很惨 没招没落 当走上背弃国家和人面的不归路 就终会有一条走狗绷的一天 这是李晋级们的宿命 而不只是李晋级 大家一定要看清美国的真面目 之前美国嘲讽我们 中国的人才就是为美国培养的 基本上各行各业的高层 都有华裔的影子 其实中国并不缺人才 我国近五年毕业的理科生 甚至是美国的十倍 可是真正称得上尖端的理科人才 却并不多 而且很多都在外企工作 被称为物理神童的尹熙 他的父母便于中国地质大学 父母都是学霸的他 从很小开始就显现出超常的智力 他在八岁的时候 就顺利地考入了北京智力超常实验班 十二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十七岁就读完了本科课程 二十四岁成为了哈佛物理系助理教授 三十一岁成为了哈佛大学最年轻的华人教授 可是这样的天才 在美国抛出橄榄枝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了美国国籍 不仅仅是隐习中国非常大一部分的理科人才 都想留在外国发展 这其中的缘由各有各的道理 近年来 移民狂热度不解 网友纷纷调侃 中国人总想往外跑 有关数据显示 近几年中国人民人数位于全球前列 每年移民人数高达五千以上 而美国是拥有移民最多的国家 如今美国大选关键之时 移民这个热点问题也被搬上了台面 根据最新的美国移民报告显示 中国位居年度移民数量第一 如今的中国虽然为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比起美国雄厚的经济基础仍然差距 人们大多向往着更发达的国家发展 美国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 绝大部分移民美国的人 是已经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他们所积累的财富足够支撑他们在美国定居生活 而一部分人则是选择海外留学 接受不同的文化教育 如今的家长都热衷于将孩子送往海外留学 被求的是回国之后 能凭借海归头衔获得一份高薪的工作 美国皮欧研究中心发布了最新版的 美国移民人口统计概况 根据报告显示 墨西哥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来源国 中国也一跃成为第二大来源国 数据显示在2018年 中国成为了美国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 数量高达14万以上 除了富豪移民与投资移民 留学移民一直以来是移民潮的主力军 然而留学移民代表着移民的人 受教育程度不同 有的是大学来美国进修 有的仅仅只有初中学历并前往国外 移民人口地零化影响了美国的人才市场 越来越多的人进修完 选择留在美国继续发展 这一部分人直接为美国的人才市场注入新鲜血液 促进美国科技技术的创新发展 为美国带来了更多的劳动力 富豪移民与投资移民给美国带来了部分经济发展 他们背后的经济基础 直接推动了美国的消费市场的发展 移民人群从美国汲取了知识储备 与享受向往的发达环境 美国从移民人群身上收获了强劲的劳动力 与推动自身经济发展 如今中国的实力也逐渐强劲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纷纷选择回国发展 入籍后 回类也即将成为新一轮的潮流 移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交流 成为中国文化经济输出的渠道之一 为中国的经济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上请示网络观点 不代表小编个人立场 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订阅 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